OK 那么再往下呢 我们这边呢 是一个复习的例子 是一个复习的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 我们呢 要先给大家去 再次的新建两个模型链 还是我们昨天的 一个是这个book info 一个是这个hero info 我们要再把它俩呢 去建一下 那么这个呢 我要建模型链 我要在哪个文件里面 哪个文件里面 是不是在应用下面的 model里面对吧 在这里面我们说 我们在models里面 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建立这个模型链 我要建立这个模型链 class 叫做book info 对吧 那么上面 既成于对吧 既成于models.model 它才是一个模型链 这里面就是我们这个 图书模型链 好 在它里面呢 图书我们昨天写的 有一个图书的名字 叫做btitle 好 你定一个类属性呢 这个类属性就对应着 我们表的表字段 你通过这个呢 你还要通过models. 类型的去指定 它是什么 类型 我们chart field的呢 说明它是一个字符串 然后呢 通过max length的指定 它的最大 长度啊 这里面这个呢 就是我们图书的一个 名称啊 图书 名称 好 就是我们的出版日期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再给大家加几个啊 我们首先给大家加一个 它的一个阅读量啊 阅读量 好 那么你想一下阅读量应该什么类型 比如说我这个叫做bred啊 整数对吧 它有一个叫做整数的类型 叫做integer field啊 那么阅读量的话 你可以给它设置一个默认值 比如说通过default 默认值为零 我就写一个default 零 好 然后呢 我们下面再来一个啊 叫做评论量 就是你阅读完一本图书之后 它的这本图书的评论量是多少啊 这个呢 它也是一个整数类型 对吧 我们也叫bcomment啊 这里面我们写一个bcomment 然后等于models.integer field啊 也是设置一个default呢 等于零 好 然后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 我们在讲这个数据库的时候啊 应该还给大家讲过一个 在数据库里面呢 去删除一些数据的时候 不做真正的删除 对吧 这个是讲过吧 对吧 那么我们是怎么做的 是不是逻辑删除 在表里面加一列 对吧 表示它删不删除啊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在这个类里面呢 我们也加上这样一个对应的属性啊 比如说我们就叫做is delete啊 isdelete 那么 这个isdelete呢 我就标记我这个东西呢 有没有删除 哎 他呢 要么删除 要么不删除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布尔类型啊 叫做balance 废尔达 昨天讲的 比如说默认不删除 我就default呢 等于这个false 哎 代表呢 他默认的没有删除 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啊 他呢 就是删除的 标记啊 删除标记 哎 这个东西呢 我们把它叫做 我们删除数据库的数据表里面的数据的时候啊 不做深圳的删除 只是呢 去修改这个标记位 哎 false呢 代表不删除 那么初呢 代表删除 哎 这种删除的方式呢 我们把它叫做软删除的标记啊 哎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个类呢 哎 我们就定义到这里 定义这么几个属性啊 他的名称 出版日期 阅读量 评论量 还有他的一个删除标记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昨天还有一个类 叫做英雄啊 克拉斯 然后呢 Hero Info啊 哎 猫都斯 Dian 猫都 哎 这个呢 是我们的啊 英雄 人物 哎 模型 类 那么这个呢 你就要考虑一下 这里面啊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 H name 对吧 英雄的名字 哎 猫都斯 Dian Chairfield 麦克兰斯呢 等于这个 20啊 这里面是这个 英雄名 好 下面呢 昨天还说了这个 英雄的 哎 性别 对吧 H啊 哎 英雄性别 哎 这里面再写一个 性别 然后 哎 他呢 就是我们的 H 金的啊 等于 modus Dian Bellinfield 啊 然后呢 这个 地方呢 等于false 默认的代表 这个 那 然后再往下啊 我们说 他还有一个 叫做 备注 对吧 备注啊 那么这个 备注呢 我们也叫做 IH comment啊 我们叫做 IH comment 等于 modus Dian Chair 最有的啊 可以长一点 麦克兰斯呢 等于这个 200 哎 代表是 他的备注 好 那么最后 我们给大家说了 这个类跟这个类之间 他俩 哎 是不是有 一对多的关系 对吧 哎 这个呢 是这个 一类 那么这个呢 是这个 多类啊 好 当两个类之间 那么有一对多关系的时候 哎 你需要在多类里面呢 去定一个关系 属性啊 就定一个关系属性 哎 这个叫做 关联属性 关系属性啊 关系属性 那么 H 不可啊 等于 哎 通过modus.forain K啊 那么写上你对应类的名字 我们对应类呢 叫做 不可 因法啊 那么这样的话 你定义完这个 关系属性之后啊 在他去建立 帮你生成表的时候 哎 两个表之间呢 就会有一个外界的 关系啊 就会有个外界的关系 在hereinfo对应的表里面呢 就会帮你生成一个外界的列 哎 这个外界的列的名字呢 是关系属性的名字 下号线 ID啊 OK 那么同时呢 我们最后呢 把这个删除标记啊 也把它加一份 把它加到我们这个里面啊 加这里面 OK 那么 现在呢 我们这两个 哎 类呢 就定义好了 好 当我把这两个类定义好之后 现在这两个类对应的表还没有 对吧 那么下面 我要生成表要做什么 啊 对吧 迁移啊 迁移的话 我们说分为两步 对吧 啊 我们首先啊 停下这个服务器 然后呢 停下屏 我们做一下迁移 第一步呢 生成 迁移文件啊 直接就passen managerp1 make magarations 对吧 哎 这个呢 生成迁移文件 就是把你类里面的属性 以及它的类型呢 都把它生成一个文件 放到这个 目录下面啊 然后呢 我们直接在这里面 回车 好 这里面就生成了这么一个 迁移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还帮你自动生成一个ID 对吧 它就作为你生成表的时候 表达 主件啊 好 生成迁移文件之后 下面要生成表 我们直接就是passen managerp1 magar rata magarrata 根据你的迁移文件 帮你生成表 那么 这一堆呢 是它默认 将购里面需要的啊 我们的是就是这个 booktest 下面呢 001 initial啊 那么 把这ok之后 下面呢 你就可以呢 去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去看表了 我们刚刚呢 已经使用了 我们的mysicle 数据库 对吧 这个bj18 所以呢 我们现在 打开我们的这个里面啊 打开这里面 然后你在刚刚还烧tabos 没有 现在呢 你直接烧tabos 哎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些表 对吧 这一部分呢 你注意啊 这些都是将功默认需要的一些表 那么 这两个呢 就是我们两个模型类对应的表 那么你可以呢 dsc 看一下它表结构 dsc 写上一个book test 下面的book info ok 看不看到这个 对吧 这是我们的啊 id b title bp data b read b comment 还有意思 delete啊 然后你可以再看一下booktest下面的这个黑儿哦 info啊 好 在这里面一看的话 h name h gender i comment is delete 对吧 后面呢 还有一个外键 就叫做hbook 下键 id啊 id 这就是我们这两张表 好 有了这两张表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往这两张表里面加一些数据啊 加一些数据 我看到这个 好 我们把这两把这些拿过来啊 我要往这两张表里面加两加一些数据啊 好 那么这些我们表里面就有数据啊 selecting from我们的哎 booktest的bookinfo啊 给大家看一下 哎 这里面呢 我们加入了这么四条数据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哎 booktest下面的黑耀info啊 黑耀info ok 哎 我们往他里面加这么十几条啊 十几条啊 就是他呢 都是跟前面的图书呢 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啊 比如前面的这几个呢 都是属于我们的射雕英雄传啊 哎 这里面我们就加完数据了 好 那么加完这个数据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就要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要完成的这个例子是什么啊 然后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哎 就是在这里面我们再启动一个啊 Person 哎 manager 评论出一个run server啊 哎 启动一下这个东西 好 这是我们这个 视力程序啊 那么启动之后呢 你打开浏览器 打开浏览器之后 哎 当你呢 去输入这个地址的时候 哎 你直接啊 输入这个地址的时候 哎 你一瞧回这 那么index啊 哎 index的时候 你输index的时候 哎 这边呢 就会给你显示一个页面 那么这个页面上呢 哎 他就会显示你数据库里面 哎 图书表里面的所有图书的一个 标题啊 所有图书的一个标题 好 当你呢 去点击新增链接的时候 哎 你点击新增链接的时候 哎 他呢 就会往你的图书表里面呢 插入一个名字叫做流行蝴蝶件的图书 并且呢 你页面上会有一个显示 那么同时的话啊 当你点击这个删除的时候啊 每一本图书后面都有一个删除链接 当你点击删除的时候 哎 他呢 就会从数据库里面呢 把这个图书呢 给他删掉啊 同时你页面上的这个内容呢 他也没有了 好 上面呢 我们要带大家完成的就是我们这个例子啊 就这个例子 好 那么下面啊 我们做这个例子之前呢 我们还是呢 分布的去给大家来做啊 首先我们要完成哪一部分啊 就我们现在 但先不管这两个链接 先不管这个新增 还有后面的删除 我们只是呢 把图书表里面的所有图书的标题呢 在页面上做一个显示啊 哎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就是当用户呢 他输入这个地址的时候啊 哎 这个后面的鞋杠我们不要了啊 当他输入这个地址的时候 那么我要在这边 哎 我们要显示出所有图书的标题 那么这个地址对应的视图呢 我们就叫做index啊 叫index 哎 显示这个内容的模板文件呢 我们叫做index.ltml 那么下面你就要考虑一下啊 我们现在要完成这个图书表里面 标题的一个展示 哎 跟我们昨天一不一样 对吧 哎 一样啊 那怎么做 好 对吧 好 首先 用户输入这个地址的时候 我们要显示一个对应的页面 那么最终 这个处理 是不是要在views里面定一个视图 对吧 那我们就在这边定一个视图啊 define 定一个叫做index啊 他的视图必须有一个参数request啊 这里面 显示啊 图书 信息 然后 在这里面 哎 要做什么 好 首先是吧 哎 查询出 所有图书的 信息 对吧 好 那么查完之后呢 啊 对吧 查完之后 信息有了 这个信息 最终是不是要展示在一个 模板里面 对吧 你就可以呢 去使用一个 模板啊 哎 使用模板 那么这里面 查询出所有图书的信息 哎 这个怎么查 哎 导包对吧 哎 from我们的book test 点models啊 import我们的book info 好 然后呢 把它查出来 就是book info 点objects点 哦 啊 查询出这个book info 这个类对应的表里面的所有图书 我就得到一个book词 对吧 好 下面呢 我们就要使用这个模板了 哎 怎么使用 啊 啊 好 哎 创建一个模板 对吧 那么这里面 我们就创建一个啊 我们这个模板目录呢 我们还没有创建 使用模板的话 右键 新新建一个 template啊 新建一个模板目录 那么新建完之后呢 在你的setting里面呢 做一个配置啊 设置你的模板 目录啊 就在这里面有一个 os.pass.j 拼接出这样一个地址 叫做base.dir 跟我们的template呢 进行拼接 好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设置 模板 目录啊 设置模板 目录 好 那你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 哎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里面 新建模板文件啊 对吧 新建模板文件的话 注意啊 首先 先新建一个 跟你应用同名的一个 文件啊 直接新建一个 worktest 然后在这个下面呢 我们就新建一个模板文件 哎 我们叫做index啊 在这里面新建一个 index 哎 tml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模板 文件 对吧 哎 是 图书信息啊 图书 信息 好 那么 然后呢 我们这个里面的内容呢 我们就先不写 然后呢 我们回过来 哎 你是不是要写这个东西 对吧 使用模板 哎 怎么使用 哎 return啊 直接return render 哎 request 哎 你要使用的模板文件呢 你使用的是 booktest下面的 index 对吧 最终你要给这个模板文件 传一些数据过去 传的就是 他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传一个字典 里面传一个 booktest啊 对应的这个值呢 就是我们查到的这个 books OK 哎 下面我们这个视图 是不是做完了 哎 做完之后要做什么 好 配置UIL 对吧 好 定义完视图之后呀 配置UIL 现在呢 我们是第一次配置 首先你要在项目的UILS里面呢 进行一个 包含啊 在这里面我们添加一个配置 像UIL 直接是R 直匹配一个 开头 对吧 这个呢 你你也可以直匹配一个开头 你还可以添一些 其他的 内容啊 其他内容 好 我们直匹配一个开头啊 直接写上incloud 然后呢 包含是booktest下面的UILS 文件啊 哎 这里面注意 这边呢 就是 哎 包含 booktest 应用的 UILS 文件 那么应用下面默认的是没有这个文件 对吧 没有这文件 我们要创建一个啊 你为了防止你写错 你可以右键 哎 拷贝 然后拷贝之后呢 把它放到这个 粘贴 哎 把它放到这个下面啊 放下面之后 这些没用的你就可以删掉 里面的这些呢 我们也把它删掉 然后啊 你像上面的这个 这一句你也要不了 不用要 哎 只需要留一个UIL OK 哎 这些呢 就是我们拷贝过来之后 好 拷贝过来之后 下面我要配置了啊 我们说当用户呢 输入这个地址的时候 我显示出 哎 这个页面 那么配置 这边怎么配置 哎吧 UIL啊 啊 啊 对吧 哎 开头 哎 index 然后结尾对吧 后面是它对应的 这个处理函数 对吧 然后你要把这个views呢 把它导过来啊 from我们的book test 然后呢 import这个views啊 然后在这里面 它对应的就是views里面的 index啊 OK 哎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图书 信息 页面 好 有了这个之后啊 那么我们这个视图写好了 对吧 哎 UIL是不是也配置好了 好 那下面 我要展示内容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在模板里面 进行一个便利 对吧 哎 直接啊 我们先写一个UL 哎 放在UL里面啊 便利我们的图书 显示出每本图的标题 就是for book 哎 印我们的 哎 books的吧 然后结尾 哎 方形态的结尾 有一个叫做N的 for 哎 我要展示出每本图的标题 Li 哎 直接是我们的 两个话号 对吧 哎 book 它里面的这个标题是B title啊 OK 那么这样呢 我们展示完之后 哎 你在这里面 现在啊 启动我们的这个服务器啊 我们这个服务器启动一下 好 800已经被占用了 我们就换一个端口啊 python manager 皮排出一个run server 直接呢 是127.0.0.1 冒号8001 啊 2001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访问我们自己写的啊 直接在这里面 127.0.0.1 输一个8001 对吧 好 输一个index啊 少敲一个地址 index OK 这是不是 哎 四本图书的标题是不是显示了 这是我们刚刚加过来 是这本四本图书 对吧 OK啊 那么展示完之后呢 你看我们的例子 这边是不是有两个超链接 对吧 这里面有个新增 那么下面呢 有一个 删除 好 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下啊 我就需要在页面上呢 加上这么两个 超链接 哎 比如说 我们先不管这个删除啊 先不管后面的删除 我们先做这个 新增 哎 我就在这个页面上 我去加一个超链接 写上一个 新增 对吧 新增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对应的这个 哎 核部属性 哎 我一点的时候 它是不是应该访问一个地址 对吧 访问这个地址的时候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先不写这个地址啊 先不写这个地址 哎 直接写一个警号 我在这边 我一刷新这个页面呢 哎 它就显示了 对吧 我一点的时候 你看一下我们的例子 是怎么做的啊 我一点的时候 哎 它是不是往我们的数据表里面 新增一个流行蝴蝶件 对吧 哎 流行蝴蝶件件 那你就考虑一下 哎 我们这个地址呢 哎 我们就需要设计一下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我们叫什么呢 这个地址我们就叫它啊 叫它直接叫它斜杠 create啊 先create 那么 昨天没给大家说 就我们在前面呢 写地址 直接加斜杠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就直接相当于这个东西啊 127 点0 点0 点1 冒号 800 好 前面这部分呢 你可以呢 不写啊 哎 你就直接写斜杠 这一部分啊 斜杠这一部分 OK 那我们现在呢 哎 我们写完这个东西之后 哎 写完这个地址之后呢 我现在在这里面刷新这个页面 对吧 我一点击 哎 它是不是访问这个地址了 对吧 访问这个地址 你想一下啊 在这个地址对应的处理函数里面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啊 对吧 新的一个试图啊 比如这个试图呢 我就要create啊 我在这边 那么 define叫做create 然后呢 写上一个request 好 在这里面我们叫做新增一本图书 对吧 那么在这里面 哎 我怎么 我新的 哎 看到啊 我们这个例子呢 我一点击是新增一个名字 叫做流行蝴蝶件的 对吧 我们标准里面加一个 那在这里面我怎么新增 OK啊 哎 对吧 哎 首先我们要创建一个 哎 book info 对象 对吧 哎 创建一个book info 对象啊 然后 哎 我就可以呢 B 哎 等于我们的book info 然后 创建完之后呢 B点 Btitle 等于我们的 哎 流行蝴蝶件 对吧 哎 流行啊 哎 蝴蝶 件 然后啊 它里面还有一个 出版日期 注意啊 它里面还有一个出版 日期 哎 我们就可以呢 B点啊 B点B 啪波 Data 然后等一个 哎 日期 那我们可以导入一个日期 看着啊 from我们的 Date time import这个 Data啊 然后在这里面写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 Data 哎 它里面写上一个 19 哎 随便写啊 190年月1号吧 然后哎 好 下面的这些呢 哎 它我们都设置了默认值 对吧 所以呢 你可以不用写啊 好 最终呢 我们这个对象建立好之后 哎 你就可以呢 把它们保存进这个 数据库 对吧 哎 保存进啊 数据库 那么怎么保存 哎 B点 Safe 对吧 保存 好 下面我保存完之后 哎 我要做什么了 啊 哎 最终对吧 我写完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说试图里面 你最终是不是要返回一个内容 哎 这个内容你怎么返回 哎 比如我返回印的啊 好 哎 我们就直接Return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比如说我先简单返回一个啊 我先简单返回一个Response啊 直接 哎 from我们的Jungle啊 点ITP 哎 这个模块里面导入我们的HTTP Response 哎 我在这边先返回一个ITPResponse 直接写上一个 OK啊 然后我就先返回一个它 那么把这个试图写完之后呢 下面我要配置这个地址 哎 就在我们的UILS里面呢 去加一个 直接呢 是我们的UILR上间括号 哎 叫做CREATE对吧 哎 Dollar 对应的是我们的VS点CREATE啊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新增一本图书啊 新增一本图书 好 我把这个做完之后呢 下面呢 我就可以呢 哎 去点击一下 试一下了啊 我们在这里面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啊 现在我回来点击刷新 哎 我一点击新增 哎 这是不是OK了 那么回过头来 我再去访问一下我的这个页面啊 再去访问一下我们的index页面 然后 哎 你点开之后 哎 是不是有了 但是你注意看一下我们的例子啊 我在这里面一点击刷新 我一点击新增的时候 哎 这个页面是不是没动 是不是没动 它是不是立马显示出来了 但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地址是什么啊 右键显示网线代码 哎 我是不是确实是这个地址 对吧 但是我点击之后 这页面有没有动 没有动 哎 你说明你点击之后啊 哎 浏览器访问这个地址之后 哎 这个页面是不是又回来了 是不是又回来了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们把它叫做页面的一个跳转啊 页面的一个跳转 就是你在这里面处理完成之后啊 处理完成之后 我们不是现在给浏览器返回一个内容 我们是让浏览器呢 再访问页面啊 在这个时候呢 返回应答的时候 我们就是 哎 让浏览器呢 哎 让啊 哎 浏览器 那么再访问这个首页啊 让浏览器 再 哎 访问我们的 哎 index啊 就是访问我们的这个斜杠 index啊 这个地址 它对应的首页 哎 就是上面这个页面啊 那么这个怎么让浏览器再访问这个页面啊 那么我们需要呢 去导入一个类啊 需要导入一个类 哎 那么这个类呢 是在我们的啊 你注意啊 在我们这里面 讲过ITP模块里面有个类 哎 这个类呢 叫做 ITP IHTTP Response Redirect啊 就通过它 让浏览器呢 再访问一个地址 哎 怎么做呢 其实呢 那你就是创建一个HTTP Response Redirect的一个对象 然后呢 把这个对象进行返回 它有一个参数叫做Redirect 2 你想让浏览器再访问哪个地址 你就把这个地址呢 加在这个 参数里面 我想让浏览器访问这个 Index 然后我就给它加上一个 Index啊 这样的话 我再把这个对象返回 我这样写完之后啊 你去看一下啊 你去看一下 我们去重新的去运行一下 我们这个页面 点击 然后我下面点击这个 新增 哎 你看不看到 立马又显出来了 看到没有 哎 点击新增啊 那么实际的话 你去看一下我们的浏览器啊 在这个服务器这边 你注意啊 在我们的服务器这边的后台 其实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浏览器访问了几次啊 我们往下拉一点对吧 我在这里面 我一点击新增 你注意访问了几次啊 首先点击新增 哎 你看没看到 这里面 两次的吧 首先是不是浏览器访问的是斜杠Crate 又是不是又访问了斜杠Index啊 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叫做什么呢 我们叫做重定项啊 我们叫做重定项 哎 这个过程啊 我们叫做重定项 哎 哎 这个过程啊 我们叫做重定项啊 什么叫做重定项啊 这边呢 我们这边呢 去给大家 说明一下啊 就是你通过浏览器呢 你点击 点击我们这里的 哎 新增的时候 浏览器是不是先访问这个地址 对吧 访问完之后呢 我的试图在处理完成之后 哎 我们昨天说的 我们处理完成之后 是给浏览器返回一个要显示的内容 对吧 现在呢 我们不给浏览器要返回显示的内容了 我而是呢 通过啊 通过返回这么一个对象 告诉浏览器 你再去访问这个 Index这个地址 那么浏览器呢 他就会去访问 这个地址 好 这个过程我们把它叫做 重定项啊 就是你服务器呢 现在处理完成之后 不返回页面 而是呢 让浏览器呢 再去请求其他的地址 这个过程呢 我们叫做 重定项啊 叫重定项 好 我们这个例子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 通过重定项来实现啊 保持这个页面呢 不动啊 这个过程呢 叫做重定项啊